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 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 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一害无穷 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